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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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法丽莎我是Etan 那今天呢要跟大家来讲见证 对 嗯 就是我们接到很多的这个suggestion 建议我们说我们要来讲一下我们的见证 然后特别是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东西 因为这个我们现在做的事情不是一般的人会愿意花时间去做的 或者也不会是一般人会有的这种想要的工作方向吧 我觉得就是好像我们干的事很多人并不是说特别理解有一些人 然后我们就会说这是神有我的呼召 然后很多人就会想要明白说那你们是神怎么呼召你们 然后你们是怎么开始回应神的呼召 然后为什么来做这个 嗯 那你就先说你的吧 从你开始吧 从我开始 对 我好像上一集就讲过就是我以前就是一个很喜欢挑战基督徒的一个人 对 因为我觉得基督徒就是蠢到一个不ok 然后你问他们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然后呢 一天讲说什么 哦神很爱你啊 什么什么什么 你那时候还没信主吗 那时候没有信主 嗯 然后我就是喜欢挑战他们 然后讲到就是很容易就把基督徒讲到就是哑口无言的 OK 他们什么都会没办法回答 就是啊 为什么不能说他 那为什么这个 你怎么知道什么 那你又知道我是这种伶牙历史 特别是在呛别人的时候 然后 我后来自己信主了 然后我自己读圣经 我发现这整本圣经 什么都有讲到 你生活上各大的小事 包括什么我们这间讨论的议题什么堕胎啊 同婚啊 然后男女啊 一夫多妻啊 什么什么 所有东西全部都有讲到 然后包括了 事项是各式各样的 然后人要怎么活出一个有道德的人 然后后来我就发现就是 为什么那些基督徒 以前那些基督徒没办法回答我 然后你问牧师喔 也都是跟你讲说 那你要祷告啊 你要自己读圣经 智慧都在圣经里面 你就是什么 没有一个人给我答案 我读了之后 因为我自己得着了很多 然后我就觉得说这一套律法 还有这一套东西 实在是太有用了 而且解释了我生命当中所有的疑问 然后你越看圣经的时候 你就越觉得说 这个东西是对我有帮助的 所以说我想要分享出去 但是我不知道分享给谁 因为我不是一个很爱跟别人聊天啊 所以你这时候已经信主了 对这时候我已经信主了 我现在已经就是讲说我在信主了之后 我就是已经从不信 然后信了之后 然后发现说这本书实在太好了 然后这本书实在是充满了智慧 然后我从来以前没有想过 因为我一直都以为 就是我是比很多人都还要聪明的人 就是我小时候都是那种 我不读书 然后我也不写功课 但是我可以考全班大概前五名的那一种 然后我就觉得说剩下的人都是智障 所以我就抱着这个心态 然后就去读圣经 然后才发现原来搞了半天 我就是智障 因为我不知道圣经里面的智慧 然后我以为我什么都懂 但是里面东西全部都写 而且圣经里面 你仔细去想 然后仔细去解释的话 你看那些解经的书 你是可以把你的人生 你就十戒好了 十戒这十条戒命 是创造一个完美社会的基础 我就决定说我要来把这些东西讲给大家听 特别是基督徒 太多基督徒不知道他自己在干什么 所以说我就决定说我要去做一个基督教的频道 因为我发现中文里面没有这个样子的东西 那所以在你做这个决定之前 你是感觉就是心里 你总是想着这一个事是不是 对 就是他这个事情老是在你脑子里跑来跑去的吗 一直营绕在里面 对就是因为觉得说 怎么会没人知道 怎么会没人了解 市面上这么多个什么 帮助自己心灵成长 然后职场上什么样 这个蔡康勇说话之道 然后你要怎么样 又不是小说 但是他好像给你一些人生的方向的这种 对对对对 一个life improvement 的一种东西 然后太多基督徒在读那样的东西 但是却没有在读圣经 但其实你要 improve your life 你就是去读圣经 所有的智慧都在里面 我真的是读完圣经之后 我觉得一切东西一目了然 然后你跟别人辩论的时候 你是有根据的 他说什么 那个为什么不能敬拜其他的神 很多基督徒回答的方式就是 因为这是神说的 那这就是个非常糟糕的一个回答 如果要是有人去问你的话 就是他诚心诚意的问你 就是说为什么 对那你如果要是这样回答 就代表你不知道为什么 对 但是或许这个人他是相信的 就是因为神说的话我都要遵守 或许他是这个样子 但是他不明白 对 为什么 对那我那时候就觉得说 我要来解释这一切 因为既然没有人解释 我就要来解释这一切 因为我读懂了之后 让我自己进步 人生变得好太多 然后我看任何事情的角度 全部都不一样 所以我就觉得说 我要来去做这样的东西 然后我竟然没办法跟 就是跟他那种传福音的人一样 到处花那么多时间 然后跟别人什么 而且大家的问题 其实都大同小异 所以我决定要开始录影片 然后别人如果问我的话 我就直接把那个影片丢过去给他就好 然后这就是我一开始 为什么想要去做这个 然后我觉得 这个就是我的呼召 因为这个竟然是没人做的 然后又这么重要的话 而且我对这个事情 我那时候 我的牧师问我说 有什么事情是 你就算没有钱 就算没有任何的报酬 你还是会继续做的 我那时候觉得我的牧师神经病 你脑子有动吗 可是我不会有任何事情是 没有报酬 然后我会去做的 然后后来我读完圣经之后 我就发现说 这个就是我要做的 我要做的就是让世界知道说 我们不是受害者 然后呢 我们是有智慧的 我们 特别是男人 太多男人是懦弱的男人 特别是现在 当我看到这个样子的东西 然后又看到 圣经里面 所有的东西都跟男人有关 神先造男人 然后神给男人这样的call 然后神要男人做这个样子 神要男人做这个 神要男人做刚强的 男人有无限的责任 然后有无限的担当 然后要保护 要维护世界和平 男人要有责任 要有道德 要有美的就有爱 所以说 我觉得说我要帮助这个世界 最好的方式就是把男人该做什么 讲出来吧 其实我也在work on我自己 像说之前流长头发 然后戴耳环 然后各方面的东西 我其实也是想要挑战基督教的体制 因为我知道很多基督徒看这个很不爽 我就是特别想要去弄给他看 就像最近大家开始说 Ethan这样子的头发型就对了 我就特别想要在流长 我就想要证明说 我剪的头不是为了你 所以说我想要挑战现在的体制 然后想要基督徒变得更刚强 然后这个是我的方法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的呼召 你怎么找到你的呼召的 我啊 我其实原来的时候 我根本就不想有呼召 我最开始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信主 19年嘛 信主了之后呢 然后因为我是刚信主的人 那个时候 那个我们教会的主日学 在查罗马书 然后呢 他们就觉得说 就牧师他们就觉得说 哎呦你这刚受洗刚信主的 因为我第一个礼拜去教会 我第二个礼拜就受洗了 就太快了 所以他就觉得说 你听罗马书大概听不懂 然后牧师就给我开小课 他就给我上约翰福音 就每次主日之前 就给我上约翰福音 那我去上约翰福音呢 牧师就训练我们 就是让我锻炼 有祷告这样生活 他就是教我祷告 然后就说那 刚开始都是他祷告 后来慢慢他就说 那你来祷告 做结束祷告 或者做开始之前祷告 你来祷告 那个时候呢 我是个什么人啊 我就爱慕虚荣 我就是个爱慕虚荣的人 我就想让我自己变有钱 对我想要很有钱很有钱 然后想让我们家也很有钱很有钱 你知道吧 我脑海中老有那种画面 就是我马呀 那个大房子 然后就挂一个可好看的车 你知道吧 就是车门一开 你知道我穿个高尔鞋 登登登就下来了 你知道吧 就是在我心目中 我原来对成功的定义是那个样子 然后我想说 我也想要做那个样子的人 因为我也想要幸福 我也想让我们全家人都幸福 所以我想要做那样子的人 我想要去追求金钱 可是呢 信主了之后呢 呼召这两个字 我不知道为什么 总是在我脑子里转来转去 那个时候刚信主 有没有俩月 三个月啊 就这样 老是在我脑子里转来转去 我觉得神在跟我讲什么 可是我又不敢问 为啥 因为我怕他呼召我 怕变穷 一读完一读完不愿 哎呀 使徒都穷成这个样子 还没读完呢 因为那个时候我就想说完了 这如果要是说真去服事成 我一看牧师 也没什么钱 我一看这个好像都没什么钱 好像就是属于纯奉献的那种 我当时想说那我这么年轻 我那时候是才几岁啊 2019年 现在四年以前 四年以前我是几岁 二十六 我那时候二十六岁 你想我对未来的憧憬是那个样子的 我不想要当一个苦行僧 嗯 我不想要当一个就是一辈子苦哈哈的 又没什么钱 所以你知道吧 虽然这胡说老在我脑子里转到这去 我也不去问 我也不去想 我先就拉倒 这事就先放一放 放一放 我就先不要去管那个 那后来那个时候 你还不去训练我祷告吗 我不知道为什么 做结束祷告的时候 我一祷告 最里面就说出来说 主啊我愿意服侍你 我愿意全全心的服侍你 我愿意把我自己完全的放在祭坛上 你想怎么使用我都可以 哇 然后你知道吗 我就害怕了 我就哎呦 祷告完了之后我就想说 我怎么做了这样的祷告呀 然后我就回去再跟神圣的悔改 你知道吗 回家之后说主啊 你不要误会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说我现在还没有准备好 你说服侍 你让我在教会打打饭 或者是刷马桶 这些都可以 但是但是我不想要全时间的服侍 我不行 我想说哎呦 我找一堆理由 我说我还我还不可以啊 我什么都不会 我这个心主多少时间对吧 然后我什么也不会啊 其实我心里就是不想变穷 那对 我就是想要过有钱的生活 我想说你如果要是真的全世界服侍神了之后 没有办法过什么有钱的生活吧 对不对 那什么很多包也没有办法背 鞋也没法穿 那腰带也没法扎 那怎么办呢 所以我当时就跟神圣 我说我说不是不是 我说对不起 我说我今天那个祷告啊 我说秃了嘴的 我说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就说出来了 对不起对不起 我不是那个意思 你可千万不要误会呀 结果再下一次去 又是主书学 结束的时候又让我做结束祷告 我就心里想说 可不能再说上次那个了 我可不能 嘴可千万不能往那说 结果一祷告又说 主啊求主你使用我 我愿意把生命献给你 说完了 就心里想哎哟 完了 得罪神 怎么又讲了这种话 回家又一顿认罪悔改 我跟神 我说你可真的千万别误会 我说对不起 我跟你认罪悔改 我真的不是那个意思 我没想 你就当我没说过 我就把话这个收回去 我说你就当没听过 没听过 但是之后 就变本加厉了 嗯 每次导悔这个话 基本上都会说出来 每次导悔这个基本 都会说出来 之后我就放弃了 我就是摔跤 摔了一段时间之后 我跟神说 我说 好了我也不知道 这怎么回事了 但是如果你真的想使用我 那就求你使用我吧 啊 哇哦 然后那个时候我在电视台上班 对 在电视台上班呢 哎 那个时候刚心煮熟 我人家火热的不得了 没法睡觉 就想祷告 就想读经 脑子里面全部都是诗歌 一直都在敬拜 这样的情况大概持续了 两年半三年左右 一直都这样的 那时候在电视台上班 没有办法上班 没有办法工作 我坐不住在那 我根本就坐我想敬拜 我想那个读经 可是后来又一想 说哎呀 那个时候 那个因为教会里面有讲到 就那个时候也没有读太读圣经 没有那么多 但是都有听过就说 你做了什么都像是要 要像是为主做的 对 那想说 那我在人家是公司上班 人家给我了工资 我要对他负责 我不能说按照我上班的时间 我想听今晚歌曲我就开始听 我想读圣经我就开始读 那可不行 对吧 所以当时我就觉得这个工作太痛苦 一天八九个小时在公司里面 我没有办法去做我想要做的事情 我没有办法就是随时就是开始 静拜开始 我觉得太痛苦了这样子 我觉得很舒服我 而且那时候我们公司的同事开始笑我 觉得我是神经病 哪怕他也是基督徒 我走走路 我从厕所出来走路回到办公室 在这路上突然心里就有个感动 我就想祷告 然后我就开始站在那里祷告 然后结果我们那个同事出来看到我 然后站在那个走廊里面靠着靠着墙站着 就说你在干什么 他也是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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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在干什么 我说我就是突然很想祷告 他说 他那时候就觉得好有病哦 赶快进去吧 就这样说 他说不要在这里站住了 不然别人也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赶快进去吧 哦是啊 就这样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说 我坐不住了 我如坐针毡 然后我又开始想说 我这个工作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做主持人嘛 做主持人 这种谈话节目 一集15分钟 那我主要做的内容就是客户买这个节目 客户来 那我就要帮客户去 推销 推销 不管他是说做旅游的也好 或者做什么 他很多都卖产品嘛 或者卖什么的 那我要引导他 因为很多人他们上电视会害怕 他们不敢讲话什么的 所以我要引导他们 我说放轻松怎么样 我就问一些问题 然后让他们把这个东西说出来 那他们如果很紧张到一个不OK 那这个东西还要我来说 反正就是做这一类的东西 也会做剪辑啊方面的这些 后期的节目制作这样的 当时我心里就在想 我想说 我这个工作有什么意义 就是这工作的意义在哪里 我当时就想问这个问题 我就跟神说 我说我想做一个有意义的工作 我不想要在这里浪费我的时间 我说虽然我拿着工资 我在这挣着钱 可是我心里是不开心的 我觉得我是被捆绑的 我是不愿意的 我不知道要怎么能够好好的使用我的生命 我不知道我怎么好好的珍惜我的时间 我不想要 就是过着以前一样的生活 我想要走你给我的护照命令的道路 嗯 就是你想要我去做什么 你想要怎么用我的生命 我说我不想在这里了 主啊你给我换个工作吧 我也经历过这个样的东西 嗯 我那时候是基本上我就是在做我想做的事情 我就是在听讲道 我那时候那个真的是24小时 有机会就在那边听 晚上睡觉是什么 Francis Chen 然后 John McCarter 我那时候开始听 然后Todd White 就是那些 那些人的动作 我一个一个这样的听 然后我就听不腻 然后就说 哦 里面这些东西真的是充满智慧 然后你也不知道听了是干什么 对 你也不是要讲给别人听 但是你就是想要听 然后想要听 很饥渴 就是你不听我都感觉我活不了了 我就像一个开裂的大馒头 哈哈哈哈哈哈 需要浇水来滋润一下 yeah 然后那时候读圣经也是 那时候一开始的时候我是读 就是一天四章这个样子 嗯 那时候你就是停不下来 对 一天四 一直看 有时候一卷 一卷书 那时候就是这个样子 你对神的渴望是 你没办法停下来的 对 然后你会一直想要 一直想要 一直想要 因为那时候我是跟神有一个约定 就是说 你叫我去做什么 只要是教会叫我去做的事情 我都去 我只是 我就是要认识你 其实我不是这样讲 我是说 如果你是真的话 OK 你就在这短短时间内证明给我看 然后我就听你 你就派你的仆人来 OK 要我去任何地方 我就去 那他们什么轻仓库啊 那些东西 我都去 就在轻仓库的时候 我就盛名充满 就是轻仓库的时候 对 轻仓库的时候 很特别 我就在那个地方 在那边 我去那个地方 那时候我是第一次跟 impact 的主任牧师 Jack Lee 讲话 他就说 how's life 然后我说 life sucks 然后他说 without a purpose without a purpose 然后我说你的神经病 purpose你的头 OK 然后他就说 life sucks without a purpose 然后我就 oh wow mr purpose OK好 反正之后 我就在那个讲台那个地方 他在那边放那个敬拜歌曲 然后仓库我好像也没有好 我就坐在那个地方 然后我就坐下来问就是 what is the purpose what is my purpose 我就在那边掉眼泪 啪啦啪啦一直在那边哭 然后那时候你就是好想要神 好想要神 你好想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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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就觉得说 我的生活为什么是这个样子 我工作这么努力是为了什么 你说赚到钱 好像也没有赚到钱 你也不知道要拿来干嘛 你该有东西都有 你也有车子 反正就是你也什么都不缺 然后你就缺一个家庭 你缺的是什么 你缺的是爱 其实真的就是这个样子 每一个人都在寻找爱 然后你在寻找爱的过程当中 你就会听到这些东西 然后你就会变得很充满 你就会变得很开心 然后你在听那个sermon的过程当中 你会得到爱 然后你就更了解你自己 然后同时也更了解神 我觉得那个时候 对我来讲 我的经历是那个样子 对因为我第一次去教会的时候 我以前也是特别讨厌基督徒了 因为我有些同事也是基督徒嘛 然后总是 或者去各种场合 总是有人跑来跟我传福音 然后他们都讲一大堆的见证 但是我没有什么感觉 高屁性 对 我就觉得就是关我什么事啊 然后他就讲 就讲很多神迹奇事啊等等 然后我就 我就会配合 我就说哦 哇哦 真的 然后什么一转身像神经病 然后就会这样的 那我也去挑战基督徒一些问题 就创世纪里面的一些问题 我也去问他们 但是他们也都没有办法回答我 后来我又听到说基督教里面 要人什么十一奉献 我就更断定说这是一个邪教 因为他要人钱嘛 然后我就会特别讨厌基督教 可是当我走进教会 我第一次去教会的时候 也是就是 那一天是棕榈主日 Palm Sunday 然后我在去之前 其实我心里已经做好了一个打算 因为那个时候是我外公 得癌症快去世了 然后我同事就邀我去教会 他说你要不要来教会 让牧师给你外公做一个祝福祷告 就在人不在这里没关系 就给做一个祝福祷告 然后我当时想说 那我作为一个小孩对吧 我也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去帮我外公 就这已经不是钱的问题了 我想说那就是这些事呢 我就去跑一下吧 所以我礼拜天早上就特别早起 然后跑到教会去 去之前我心里就已经做好决定 我想说 我不要给教会这些人笑脸 因为我知道他们像传销组织一样 一旦沾上了很难甩掉的 我当时想说 就是我去了之后 我要让他们明白 就是OK我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我跟你们不一样 我想说OK 或许这些人连小学都没有毕业 你看我多骄傲 我心里真是这么想的当时 天哪 这么丢人的时候跟他讲 但我心里当时真是这么想的 我说就是你们这些 好啦我就说了 你们最高学历大专 OK 我想说不要给他们任何的好脸 因为一沾上就甩不掉 我说我就是让他们明白 我是新世纪的青年 我是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 我跟你们不一样 我以后再也不会来这个地方 今天只是来一下下而已 不要想着给我传教 再见 我们就不是一路人 我想说我对你们远远的保持礼貌 你们也远远的对我保持礼貌 不要过来跟我传教 我不要信 我就是抱着这样非常坚定的青年 我就去了 到了教会历史上 我还想着说我要坚定我的青年 就千万别笑 就别给这些人好脸 就是远远的冷冷的 就这样 打个招呼就好 就这样 所以我那天就去了 结果一进去 就不得了了 一进去就不得了了 就牧师在讲道 那天他讲的每一个字 全都进去了 嗯 而且我坐在那里 我就很惊讶 我想说天哪 这个人 他在讲的这个道理 我怎么从来都没有听过 嗯 因为我看过很多书 然后我也去研究哲学那些东西 我一直都想知道真理是什么 我一直以为真理是哲学 但是我后来那天一听我想说 呀他讲这个东西 从来没有人跟我讲过 他这个思考的这个方式 还有逻辑 从来我没有在别的地方听到过 嗯 我想说他讲的这个到底是什么 我就在那里很认真地听 又给人带来盼望 然后又是这么坚定的一个基础 就是你一听就知道这个东西绝对就是对的 我想说我爸怎么没跟我说过 没有人跟我讲过 书尔利也没讲过 老师也没讲过 我在网上看那些东西 没有一个东西讲过这个 我想说这是什么 给我就是一个大震惊 那天就感觉脑子里面像爆炸一样 结果那天敬拜歌曲 有一首歌就一粒麦子 一直在我脑子里面转 从那之后转了好几个月 呼召如此崇高 那个时候神就对我讲话 但是我是后来才知道 那个时候不明白 所以在那天我就感觉到很感动很感动 后来结束了之后说 谁要被祷告服侍就到前面来 然后他们就说 他说这有个新朋友 他外公怎么怎么样 就祷告 牧师我祷告 我就整个就在那边哭 因为我感觉我找到家了 我当时感觉不是为我外公哭 我不是为别哭 我当时心里想说 我找到家了 就是感觉说我回家了 就是我终于回家了 这种感觉 所以就在这个礼拜 第二个礼拜就是复活节 这是礼拜天 礼拜天他们邀我 说要不要来小组 我说好我就去了 就之后他们就问我说 说要不要受洗啊 因为主日的话是复活节嘛 就大家攒一皮就一起受洗 我当时说好啊 然后就很开心的答应了 但是在这之前呢 就是我要受洗之前 在前几个礼拜 就我还没去教会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说 教会都有谁受洗嘛 然后牧师就算了算 就说一共有这些人受洗 圣灵那时候跟他说还有一个 然后他说怎么会还有一个 谁啊 一看教会里面 剩下人基本上都受洗了大概 就说还有是谁呢 所以他一直祷告说还有谁 结果在受洗的前一个礼拜 我突然跳出来 哇哦 啊然后 就知道哦 说原来圣灵说那个人就是我 哇哦 然后结果我一收洗 牧师送了我两本圣经 一本圣经是已经打开 里面在匪页上面 他有过写到说啊 那个就是已过 一切都是新的了 什么什么的 就送了一本圣经嘛 另外还有一本是完全新的 完全新的圣经 外面还包着皮的 没撕开的 然后我就问牧师 我说哎 我说是每个人受洗都给两本吗 因为我看别人好像都拿一本 我说为什么给我两本 我说不知道 圣灵说让我给你两本 不知道为什么 后来我知道了 那本圣经被我舅舅要走了 哦 他突然问我 他说你是有圣经吗 你是受洗了吗 他问我说你是基督徒吗 我说是 他说哎呀我一直都想要一本圣经 我说我有 在中古大陆 对 我就把那本新的送给他了 哦 所以身都有预备 所以现在想起来都是非常神奇 非常奇妙 那所以就是到我们这个事工 其实也是比较神奇的一件事情 因为那个时候我不是跟神说我说 呃我想换一个工作吗 你给我换一个工作 那我这样祷告 祷告了大概一年多之后 也就是说其实我开始在Ai News服侍 是我信主一年多 以后的某一天开始在这里服侍 那个时候跟神祷告我说 给我换一个工作吗 结果这个时候就有个人来找我 他就说哦 就是在这边说有一个事工 这个要找人 说你要不要去面试去看一看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你也去过 嗯 但是那个地方不是神要我们去的地方 对 因为当时我的心里也非常不平安 然后去面试的话 他也有去面试过 后来我们才聊起来才知道 结果也都没有成功 但是神就帮我们带到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就开始Ai News服侍 然后那个机构后来还是跟那个里面的人讲说 哎你看那个摩世先锋那两个人多好啊 为什么你找不到那两个人呢 结果那个介绍就是说那两个人都来面试过 而且还都路过瘾 然后你都没有 你都没有 你自己不要的 反正我觉得在我们看神对我们的呼召的时候 常常你自己很清楚你要为神工作的时候 你的呼召就会出现 而且这呼召出现时候真的心里是很清楚 就是你脑袋里面一直都是这个东西 窥之不去 而且那个时候心里扁的那个火 那火就哇烧得我 真是烧得我流眼泪 就一直流泪一直流泪一直流泪 非常清楚的神跟你讲什么东西 而且我必须说 我这一辈子工作没有这么努力过 我在任何一个公司上班 然后我那时候不管当多大的主管 然后还是那个 那我都帮别人工作是能偷懒就偷懒 OK 我们现在做的事情 每次一到假日的时候 然后呢这个地方关掉 然后呢不上班的时候 我们两个就是在那边说 哎呀星期一节目还是要出啊 对不对 不能让观众没有东西看啊 我们就是这个地方就排排排排排 然后把东西全部挤在一起 然后一定要把节目拍出来 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 你对于呼召 你在做你想做事 你跟神一起同工的时候 你可以很确定你不会觉得累 你也不会觉得钱太少 你也不会觉得说我现在做是为了什么 你就是会每一天非常开心的去做每一件事情 我以前哦 嗯 就是差不多了 2点吃完饭了之后呢 就开始看着时钟 OK 然后4点 等下班 我也是 我等着一下班赶快拿宝跑 对 对 现在不一样 现在我们常常就觉得时间永远不够用 然后你永远做的事情 你就是你想要花更多的时间 你想要花更多的精力 然后去做 你现在在做的事情 因为你知道这个是神的呼召 所以我觉得 像说很多教会会 会很多 还有很多团团 团契呀 会讲到什么 那个同工 Burn out 就是说 事情太多 然后应付不了 然后心里没有办法 那个就很难过 南静吗 还是什么 中文有这个字吗 Burn out 反正就是说负担太大吧 就大概这个意思 就是受不了 就事情太多 然后心里没有办法 可能比那个倦带还要再严重一些吧 就会抓狂 对 职业俩工 职业俩工 那对我来讲就是 你如果这个是你的呼召的话 你不可能职业倦带 你不可能觉得说我不想要去做 因为太喜乐了 对 而且就是方向非常明确 然后你会知道有很多事情要等着做 现在就是唯一会比较担心的就是说 我做的神是否满意 然后我是否按照神的心意去做什么 等等等等 而且我告诉各位 当你的呼召到的时候 你真的会觉得说 你付出的东西 永远都没有你得到的东西更多 嗯 真的 你真的会随时都觉得满足 我每天在家里有说不完的话 然后有说不完的想法 我跟你有说不完的这个东西 然后我每一天在讲这个东西 其实不只是对各位有帮助 其实最有帮助的是我们 就像我每次在节目上面讲说 你要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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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才可以得到更多 你为什么要去做 因为你想得到更多 因为你更想跟神服侍 所以说 对我来讲这是呼召吧 也没人告诉我呼召是什么东西 然后 然后我对于最接近呼召的 就是我就是那个Hexall Ridge那个电影 那个电影 那时候我还不信 我还没有当基督徒 还没有受刑 然后我就去看了那个部电影 然后那个电影的时候 就是那个主角在那个山癌上面那个地方 然后全部就全部枪林弹雨 然后呢他这边的人受伤 这边的人受伤 而且所有人都撤退了 对然后他没有枪 然后他就在那边问说 我该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 我现在要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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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很害怕 然后他就一看 大家都在那边受伤 然后他就知道说 我现在要去救人 我觉得很多时候呼召就是这个样子 你不是说什么 神跟你说你现在要去救人 还是什么东西 或许你很幸运 你可以有这种audio的这个东西 对要不然他就是给你放一个非常明确的心思意念 对 他就是勾起你那个 你就是必须要去做 而且你很坚定 你明明就是要知道 你不做你会不爽 会受不了 心里受不了 对 就会去不顾一切的去做吧 所以我现在也没有那种什么 那个豪车梦的什么 像以前那样什么 穿个高尔鞋 卡卡一下车那种 我现在大概对这方面 就我不认为那个是我想要去追求的生活 像上次讲说他每次看我们新闻 他很难过的时候 我真的就是觉得说 因为你没有在你的呼召上面 因为你好想做什么 你好想要为神的国度 为了你的社区 为了你自己的人生做些什么 但是你没有去做的时候 你开始逃避你的呼召的时候 你是会非常非常难过 你过得会很痛苦的 你会开始逼着去教会 不想要看这个 不想要看这个 为什么 因为你不想要再有更多的压力了 当神告诉你说 你一定要去 你想想看 那时候神跟约拿说 你要去泥泥微城的时候 那个就是约拿的呼召 他有多不爽 why why me why 我宁愿被金鱼吞我也不要去 但是 你就是一定要去做 你一定要去做 你做了之后 你会更感谢神 然后你会跟神走得更近 对 所以我觉得承接呼召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不要去逃避 因为就像你说的 就是神既然让人有这样的看见 就是我们的观众 现在很多都有这样的看见 对吧 神开启我们 让我们有这样的看见 让我们看到现在世代 有这样的需要 他把这样一个负担 放在你的心里 这个负担是需要有一个突破口的 就你不能看见了 你说你没看见也就算了 对吧 你没看见就说 世界好美好 好棒啊 我今天吃面条 明天吃饺子 对吧 神赐不给我 你没看见也就算了 但神让你看见 他就是要你去做什么 不然的话 他不会给你这样的看见 他给你看见 要你去做什么的时候呢 你这个时候的方向 就是应该跟神祷告说 那请问你要我去做什么 你给我的护照是什么 求你清楚的告诉我 如果你要是没有的话 那就像很多人 他就会叛闹 他就受不了 他会看到的一切都是负面的东西 就说这世界太黑暗了 为什么教会这个样子 为什么牧师这个样子 今天我们教会哪个基督徒 又跟我说什么了 天呐 好笨呐 他们怎么可以这样的 就是你所有有的都是负面的情绪 然后你这个负面情绪 不会让你越变越好 不会让你越来越靠近神 反而会让你引来很多对神的埋怨 对 你就会说 为什么这样 嗯 为什么要这样 就是等等等等 把你引到一个不对的这样一个轨道上面 但其实神要你看到这些 或者是要你经历这些 目的 是有一个目的的 就是他要你去做一些什么 嗯 你看到了 你可以理解 你可以明白 你心里有这样一个负担 那神就说 你现在去做什么 比如说 你要去开始关注你们学 呃 你们附近的学区 你要去校董会 你要去什么什么 非常细节的一些东西 你去做 你就有个突破口 你这个突破口就释放 而且当你顺服的时候 就是你说我愿意 我顺服的时候 你这样一个行动 就带下神的国度在这个里面 带下神的祝福 给你身边所有的人 带下神的祝福给这一块土地 所以人跟神之间的配合 然后明白呼召 然后回应呼召 然后顺服神的呼召去做 就是这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而且这样的话 你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快乐 因为不然的话 你会被这些东西所捆绑 你会不明白 不理解 你甚至会开始怀疑说 神啊你真的是公义的吗 对 或者你甚至会 像现在就是不愿意去做任何事的这些人 你甚至会像他们一样去找一个借口 就说哎呀我什么也不用干了 反正神到他的时间 神就会自己做了 就是这样 所以不要去找任何的借口 就是现在开始好好的跟神祷告 就是神你要我去做什么 我现在看到事情变成这样 请问你要我去做什么 每个人的呼召都不一样的 或许神要你在教会里面做什么 或许他要你去关怀谁是谁 或许你就是直接会面对像LGBQ这样的家庭 你要怎么做 所有的一切都要问神说我的呼召什么 然后你要给出一个回应的一个响应的动作 那么在你承接呼召的这个过程当中 并不会是完全一帆风顺的 但是要明白一点就是说 一切你遭遇的都是神为了你的益处 为了让你成长放在那里 你就像我们的事工 也并不是说一直都像世界人以为的一路风顺 一帆风顺 你说我们是不是一帆风顺 是因为有神的保护 所以我们的确一帆风顺 那很多世界人的一帆风顺说我们有很多钱 我们什么事也不要有什么什么 这种是对世界的人来讲的一帆风顺 但是在主里的一帆风顺是我们有风浪 但是我们不害怕 因为我们知道耶稣跟我们在船上 我们知道靠着他的力量 靠着他的帮助 我们可以跨过一切的困难 所以困难都不是困难 只要坚持坚守神给的呼召 这就是你一生中最棒的 而且是你走上最荣耀的神的命令 你想想当你到神面前交账那一天 神说来我们看一下 这辈子你都干了什么 哇你一看 这是多么美好的一幅图画 是不是 你看就像那个 约翰 十几约翰如果跟神见面的时候 神让他看到他在旷野的时候 就吃野蜜对吧 然后穿着路透毛衣服 没吃没喝 但是他在那里喊说 穿天国悔改的道 你说他是否是有成就感的 他是否会觉得说 天哪这是我在地上的时候 我带下的一个多么美好的 一个跟神一起同工的果效 而且这个东西 我说真的 我们在这边可以讲天花乱醉 然后可以把我们的经验全部 这只是我们的经验而已 是 你没办法真正感觉到 你只有你亲自的去试试看 你只有亲自的跟 祷告说 我那时候祷告很没有礼貌的 OK 神啊如果你存在的话 就放个响屁 让我听听 真的很没礼貌 对我是这样子 这样子去祷告 所以说 不要跟我要这样祷告 不要学 但是你真的要踏出去 你真的要去跟神去做那第一步 有太多的人说 等我有钱了之后 我再去做什么事情 等我的房子 可以付清到什么程度了之后 我再去做什么事情 等我在教会里面 做到什么样的职位了之后 我再去做什么样的事情 就像真理心牧师 教会里面当亲眼牧师 但是他心中就是有一个摧耗者的心态 在这个地方 然后神就让他的眼睛出问题 然后他就知道说 天哪 神在跟我说 我如果再不出来摧耗的话 如果我这个摧耗者不出来摧耗的话 我可能以后就是虾子摧耗了 所以说他就说 他就说那我现在要这样 我现在就去开始摧耗 他就在COVID那个时候 去开始做摧耗者的事工 然后就一直到现在这个样子 所以说 然后他是多快乐 你每次看到他 他是个多么快乐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看他不管行程多满 然后他多累 他都是那么那么的快乐 然后结果你看他 顺服神的呼召之后 他做出这样一个顺服的动作之后 你看神为他开的道路 现在越来越多的教会 很多的大教会都去邀请他 因为大家看到说 这个人在吹耗 而且他说的东西是重要的 所以在这里说 如果大家要是想要 邀请正立心牧师 我不要害怕去邀请他 他很愿意 他很愿意去邀请他 不管你们教会多少人 他也愿意去讲 如果有牧者联盟 就是不管你们是什么组织 就是什么机构了 他都会愿意去 那你们大家可以直接去 除药者的事工那边去联络他 如果你们要是找不到他 感觉找他很困难 你们找我也行 我们可以转他 反正就是你 你亲自的去跟神一起同工 你亲自的去走这条道路 你不要害怕 你真的是把你自己 就丢在那个地方 然后试试看说 这个是不是神要给你的 然后你在里面得到喜悦 你在里面得到平安 你在里面找到你自己人生的 活着的目的的时候 你就可以非常的清楚 那个就是你的呼召 而且当你找到你的呼召的时候 你绝对会很清楚 你绝对就是说 OK 这个事情就是 那时候Jack跟我说的 就算免费 就算没有任何的报酬 你也会继续做 而且是一个变得头的一件事情 不是说那种 放荡自己 就是什么 吸毒啊 就算免费我也会继续吸 不是这种东西 是你会为了正义而战 你会为了真理而战 Fight for truth Fight for justice 每一个男人都是这个样子 每一个男人都是想要去 朝着这个方向走 每一个男人在他小时候的时候 都是拿个筷子 然后说 这个是屠龙刀 然后我要去打败这个世界上邪恶的这些人 每一个人看小时候的卡通的时候都觉得说 我就是那个王子 我就是那个诸葛四郎 还有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 对 就是 你的呼召是什么 其实 就是当一个战士 然后是神的战士 那你除非你当神的战士 不然你这辈子没办法得到快乐 那你成为神的战士的时候 当你开始跟神一起工作的时候 你会快乐到一个不OK 然后 这个东西是任何人说都没有用 任何人说你可以去做什么东西 像说很多教会会说什么 我们教会很多年轻人啊 他也是学电影也会拍摄啊 AI news 那个不错嘛 你们几个就凑一对 你们也去做这样的事情 教会没办法给你的呼召 只有你自己跟神一起同工 你才可以找到自己的呼召 这是我对于呼召的整个看法 对 然后也不要怕自己跟别人不同 不要怕自己跟别人不一样 也不要觉得自己的呼召很奇怪 没有什么奇怪的 你不要害怕别人的眼光 你就去做神要你做的事情 如果说神要你专注在human trafficking 就比如说儿童贩卖这件事情 你就去做 如果神要让你走一条 别人没走过的道路 甚至别人觉得说哈干嘛要去做这个 你不要管别人说什么 你不要管他们 你到底有钱没钱呢 你还OK吗 你最近还好吗 不要害怕其他人任何的怀疑的眼光 或者是他们像你说话的语气 不管是礼貌不礼貌 你不一样 你只要接受了神的护照 你会变得不一样 而且你是被神亲自拣选的 所以不要害怕其他人对你说话的态度 或者是他们的想法 这些东西都不能干扰 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阻拦神的工作了 很多基督徒都不明白神的习意 It's ok 不需要他们明白 也不需要他们理解 因为神护照的是你 你要做的 只是承接护照 顺服 让干嘛就干嘛 让打哪就打哪 这个就是你能够获得最好的快乐人生的方式 而且不光是你的人生得到快乐 你的家庭也会变得不一样 你的家庭也会翻转 当你这么爱主 你愿意出去的时候 你家里的人会被你说服神的这样一个行为所吸引 他们也会起来一起快跑跟随神 真的是这个样子 我妈原来对我做这个事工 多不理解呀 多不明白呀 我花那么多钱送你出国上学 就你求成这样 你现在跑去干这个 对吧 世界上的人是不能够明白不能够理解的 但是当我妈看到我在做的事情 当她也收起 她也被神吸引了之后 她看到我每天在做的事情 她看到我平时跟她 谈论的交流的这些东西 她觉得我跟其他的孩子不一样 她说她在中国的时候看到很多孩子 大家跟我这样一个年纪 或者比我小一些 就是我们这一个generation的人吧 每一个人都活在恐惧中 害怕 害怕 她说所有人都怕的不得了 因为现在工作不好找 又被裁员 然后很多年纪大了没结婚 就是这世界上有太多东西让你害怕 但是她说她看到我她觉得奇怪 我不害怕 她说她居然不害怕 她在教会里面做件事 她说为什么她愿许信主 为什么她想去了解 她看到我不害怕 如果没有信主的 看了 就是这么穷还不害怕 就都没有羞耻心 但是 没有啊 她会思考啊 她会知道说真有神啊 不然这人到底在干嘛 对不对 然后她会发现说 我跟她谈论的内容是不一样的 是现在这些年轻人 我跟他们喜欢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嗯 我不去酒吧 我不去夜店 我不抽烟不喝酒 这些事我一律不干 我下了班就回家 晚上去健身房 去超市买菜 你知道吧 干的都是这些事 然后晚上了 到时间了 我们就敬拜 祷告 读经 然后一人读一节 有嘴就大声的读出来 她会觉得我们的生活不一样 而且这样的生活 是让你感觉到舒服的 是让你感觉到是正常的 而不是那些孩子 天天的指甲做那么长 在这儿 哎呀谁谁谁没给我发信息 到了晚上人家不见了 就跑出去了 对吧 就是她会看到 这样的生活是不一样的 她会看到我是开心的是快乐的 当她像我这么做一样 她也会找到了她人生的目的 她也觉得她是开心的是快乐的 然后我们家庭的氛围是非常好的 对啊 很多人以为就是钱会让他们得到快乐 你就想想看 你如果是以前的生活的话 然后你现在的确很有钱 ok 你可以就是不用上班 你一下班了之后 可能是提早下班 你已经是主管了 下午3点 2点3点的时候下班 然后回去呢 就开始跟你说 哎妈走我们去做指甲 哎妈走我们去哪里吃哪里吃饭 然后就一天到晚过着 你在电视上 还有在那个叫什么 网路上看到那些贵妇的生活 Kim Kardashian 对对对对 每天他们真的就是没事做 对 然后每一天 每一个人都在跟其他人吵架 每一个人就在说别人的坏话 每一个人就在那边八卦 每一个人就是真的是没事做 生活的一点意义都没有 你妈不会得到开心 你也不会开心 对 然后 所以真的 活在呼召里面 在一个神的这个带领下面 然后每天更认识神 每天透过认识神更认识自己 更认识自己的呼召 最快乐 最快乐的一件事情 我知道如果你还没信主的话 然后你看到我们两个在这边讲 把讲成这个样子讲得这么美丽 你一定觉得我们两个是神经病 然后是疯子 就说OK 这两个人 宗教中毒太深 彻底被洗脑 基督 集体洗脑 这两个就是弱智 脑残 没关系 你试试看就知道 因为我以前也是这样想别人 我以前看到基督徒就觉得智障 对 但是真的是你要自己去经历 对 我们把嘴皮说破了之后 你可能也很难体会 你会觉得说这是两个很傻 但是好像有很快乐的人 对 但是你要知道敬畏神就是聪明 你要自己去经历神 你要自己经历了之后 你会觉得说 妈呀 我怎么没早点信主 你一定是这样的想法 所以赶快朋友们赶快 加入神的这样一个大家庭 你永远永远都不会后悔 信主之后你绝对会知道 这是你人生一辈子里面 做过最正确最正确最正确的事情 没有其他事情会比这个更正确 没有其他事情会比这个更重要 你要做出你人生中最棒最正确最重要的一个事情 希望大家每一个人都快乐 希望你们找到生命的意义 希望你们找到人生的护照 走到教会里面去吧 朋友们 那如果呢 你要想说 哎呀我看完了之后 我也好想那个要这种基督徒的生活呀 我也想看一看 你们这到底是真的是假的 你们讲的这些见证有没有可能出现在我的身上 真有一个神这么爱我吗 真有一个神 已经为我预备好了这么丰盛的道路吗 如果你再怀疑的话 欢迎你来到神的面前 如果你再找教会呢 但是你不知道哪一个教会能去 因为很多教会也是异端教会 所以不要被骗 你如果要说不知道哪个教会能去 但是你又想去 请跟我们联络 你可以发email给我们 或者在下面给我们留言 说出你的地理位置 我们就 哎有很多朋友们 可以很多牧者我们可以到处打听 不管你在哪个国家 我相信这个很多人都是有连结 我们问都是可以给你问到 就是给你找到一个属灵的家 一个你可以去的家 呀 大家真的是试试看 把自己的生命交给神 你不会后悔 你会后悔没早点 对对你会后悔 你到时候就真的就是 你过得再苦你也是开心的 而且你不会觉得苦 不苦 对很多人会觉得说 我们现在赚的钱很少好可怜 有什么什么 但是真的是足够的 而且让我们随时随地都感谢神 我们随时每一个月 薪水可以付得出来 我们真是感谢主 ok 然后我们每一个月看到这样的神 然后遇到这个样子的 每次遇到这样的牧师 像正利星啊 周一方啊 然后这么多的牧师 然后我们一起祷告 一起去做这样的事情 然后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事工 那是秦政国啊 Elizabeth这些政治人物 然后访问他们 多棒 就是那么多神家里的人 对 然后在各个不同的领域 然后会觉得说 哦 好棒哦 对 很多人在下面留言说 他觉得这个世界上只有他一个人在那个地方 好像他全教会都沦陷在左派这个里面 然后都不愿意讨论时事 就只要祷告就好 但是他就是觉得很难过 然后想要翻转教会不知道该怎么办 真的 把自己交给神 找一件事情去做 做到你快乐 然后跟神一起去问神说 你的呼召是什么 然后跟神一起同工 同工的过程当中 你就会找到各式各样跟你一起的人 对 跟你一样的人 要在哪里合一 就是在呼召当中合一 如果有时候大家需要有这方面心理 或者是精神上面的支持 因为很多人我知道是非常非常孤单的 就是他们去做神的呼召 但是不被教会所接受 然后教会当然支持更说不上了 甚至有很多人会讲非常难听的话 那这样的确是对神的仆人 我觉得非常不公平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愿意把生命交给神 愿意去接受神的呼召 但是其他人却没有办法理解 甚至会拿语言杖去刺激他 所以如果这样的朋友非常明白 因为当然大家都希望身边有可以互相支持的人 欢迎你加入到我们discord的聊天群 你加入到我们discord的聊天群 因为虽然我们身体不在同一个地方 但是我们都是神的教会 我们可以通过这样一个平台 我们大家一起来交流 然后我们可以一起来祷告 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 欢迎在里面吐槽 我们都可以互相来帮助 免励 对 互相来勉励 如果或者是你碰到生活中碰到任何的问题 你觉得如果按照圣经的价值观 应该如何去看待或者如何去处理 我们都可以在群里面聊天 因为我们都是神的肢体 我们都是好朋友 我们希望可以有一个彼此兼顾的社群 我们希望可以有一个大家一起交流的平台 我们希望大家可以畅所欲言的去讲 而不是说为了顾及到谁谁的面子 我怕把这种事说出来 别人说我是批评论断 我们一起来交流 我觉得我们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平台 有这样一个空间 有这样属灵的好朋友 一起去分担这些事情 所以如果你也想的话 欢迎加入我们discord聊天群 然后可以我们在这里面建立我们一个网上的社群 大家一起来彼此的交心 好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你有没有感觉到神一直在给你呼召呢 你有没有感觉你心里那个火 一直在那里催促你 一直在那里燃烧 烧的你都想说 哎呀你马上你逼得你必须要跨出那一步了 或者是你正在寻找你的呼召 就觉得说哎我也不知道神给我什么呼召 或者是你非常想要明白了解神给你的呼召 不管你处在哪一个阶段 或者是你一看完了之后说 哎呀我也想信主 我也想做基督主 都欢迎你在下面给我们留言 好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交流一起来讨论 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Felisha 我是Eaton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